好,我们要看一点一个比较特殊 或者是说比较多元的交易方式 我们上次有看到可转换公司债 那我们说呢,这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价格 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司债本身 一个是转换权利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可转换公司债 那时候我说可转换公司债 它的发行价格包含了两个 一个是债券本身 一个就是它转换的权利 那我们说呢,它有转换的权利 这个转换的权利决定下来之后就不会再动了 好,那星期转换的时候 这个转换权利资本公司就要什么 转为普通股移价或什么的 好,就是当它这个转换权行使的时候 这个基本公司,资本公司也要不存在 要转掉了 那么现在谈的一个 而且我们说发行价格 是先确定你的负债 对于公司来讲,对于负债金额的决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负卖回的可转换公司债 特别喔,它不但有债券,它不但可以信息转换,它还可以卖回 那我们看一下呢,它公司债本身基本上是一个长期负债 那第二个,它的转换权利基本上是一个资本公积 第三个,如果它有卖回的权利 这个卖回对于发行公司而言,它也是一个负债 因为它有那个义务,去把它买回来 所以对于发行公司来讲,这也是它的负债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负债 所以我们要决定,当你发行的是负卖回权的可转换公司债 它的负债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司债本身,一个是卖回权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才是权利的科目 那维持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公司发行的时候 它先确认它的负债金额是多少 剩下来才是我的转换权利的资本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我发行这样的一个债务证券的时候 我的交易份都要怎么写 那通常你付的卖回权 它卖回的权呢,它对公司,发行公司来讲是一个负债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流动负债 因为它通常是,它的设计通常是 它发行后可能半年之后 或者是一年之后,它就可以行使卖回权 所以这个卖回权对于发行公司来讲 它是属于短期的负债 因为它很快,如果持有人行使卖回的权利的话 它就很快要去清场这个义务 好,所以这边请你看一下 再次是也 它说如果我们付卖回权的可转换公司在 第一个发行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点发行时的会计处理 这边你先看一下就可以了 它说呢,若付卖回权的可转换公司债的卖回权 跟应付公司债 这两个本身并没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它不像转换 好,转换的话是要么就有这个债权 要么你就变成是股票 好,所以它其实这两个是,其实是两个东西啦 所以呢,我们在卖回权和应付公司债要分别认列 虽然两个是属于负债的性质,但是两个并没有非常的紧密 好,那我们现在用什么? 用卖回权根据什么?选择权的定价模式来决定它的公允价值 那你不用担心,选择权的定价模式我怎么做 好,我们这个课程不是选择权 所以不会教你怎么去算 课本上会直接告诉你 这个卖回权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好,但是我决定出来之后 我的入账的科目 它是一个交易目的,金融负债 它是什么?短期的 只要看它交易目的,它当然是短期的 就是它一定是属于流动 那再来,因为它是个负债性质 所以它是叫金融负债 它是卖回权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交易分录怎么写 好,看一下十里二十二 这个四十页 四十页 那凤凰公司在长一年初发行五年起付 卖回权可转换公司债 一共拿到的金融是一百零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三 其中呢,公司债的命额是一百万利率百分之四 然后每年年底付利息 这个例子跟前面是很像 只是前面只是可转换而已 没有假装,有卖回 那这个债券的合约中规定 从发行日期满六个月后到到期日前六个月位置 这公司债可以行时转换 每一张一千块面额的公司债可以转换三十股的普通股 而且其有人可以什么 扎三年之后要求公司按115的价格 115的价格是指什么 就是债券的面额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所以等于是溢价15%的意思了 好,要求新时发行公司买回 那已经知道如果相同的条件 但是不付卖回权跟转换权的公司债的公允价值 是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这是按照它的有效利率百分之六去算 也就是说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六 那债券的票面率只有百分之四 所以它一定是折家发行 然后呢 卖回权的供应价值是四万五 那如果卖回权跟不卖回权跟转换公司债 并非紧密的关联 所以我们就意思说它要分别去入账 那第一个公司债已经告诉我们是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一百零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三 减掉就是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然后再减掉四万五千的卖回权的供应价值 所以有六万六千是公司债的转换权的资本公积 所以分路就在上面了 看到吗 这是四十一页所写的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在发行这个时候 我们要承认三个东西 一个是公司债本身长期负债 一个是卖回权的短期负债 另外一个是转换权的权移科目 好 百分之三个 好 那当然我们的分路有承认 一百万是公司债的面额 扣掉它的实际上的价工与价值 就是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三 剩下就是我的折价的金融 那折价还是根据我们公司债 发行的条件 折一价探价的模式完全一样 好 完全一样 但是对于金融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 这个地方呢 我们每一年 因为它是个什么 流动负债 就等于每一年我们要去做什么 它的价值的评估 然后去做调整 好 所以这个 施力二十二是发行的时候的分路 那我看一下二十三是 如果这个 不复卖回权的 这是另外一个二十三 好 如果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它有紧密 没有紧密的关系 那施力二十三是 它有紧密的关系 那我们怎么做 好 既然它有紧密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就没有卖回权单独承认的必要 好 所以我就决定出 它的资本供给之后 剩下全部都是什么 跟公司债 定付公司债有关系 所以它的折价金额就没有那么高 好 所以它说 我的发行的金额去减掉 我的什么 我的这个 那个 那个组成 负债组成要素 那负债组成要素 我就要去算什么 发行价格 公司债的发行价格 跟卖回权的价值 所以我承认的 公司债的 入账金额是九十六万多 九十六万零七百五十三 这是指说 但我的卖回权 跟应付公司债 本身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好 那如果没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话 就是分开任 那如果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绑在一起 要成人应付公司债就好了 好 施力二十三在取这个例子 好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好 应该一样 那流通期间要做什么事情 好 流通期间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谈的是 如果是施力二十二的例子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你公司债有折一价发生 在流通期间 你就是还是要做什么 好 折一价的谈销 好 那我们的权益 转换权原则上 就是 你一开始发行的时候 确认下来之后 就不会再动它 就不会再动它 所以转换权一直都维持 流完流前路 事例二十二来讲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事例二十四呢 假设好 因为我们说呢 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 我每一年年底 都要去做公允价值的评价 所以看一下 事例二十四它说 差一年底 我的负债的 公司债的账面价值 已经做了一次摊销了 从九十一万五千多 做了摊销的账面价值是九十六万 好 那第二年底 是九十四万六千五百四十 也是做摊销 摊销的账面价值会调整 好 那公司债的公允价值 还有 看一下 麦回全负债的公允价值 差一年初的时候 是四万五千 那差一年底的时候 是四万五千五百 好 那差二年底的时候 是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好 那看一下 每一年年底 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第一个 假设差二年底呢 债券持有人 卖回所有的公司债 好 因为差二年底 他卖回 所以原来的账面金额 就要完全充掉 然后呢 他一下晚的折役 这样也要一边充掉 所以第一个 他在行事卖回 公司要付多少钱 公司要付现金 一百万全部嘛 一百万乘上百分子 1.15 所以他要付一百一十五万 好 他要付这么多现金 因为根据条件上面 那我们要先假设是 他公司债 就是雇利息都付完 十二月底都付完了 好 好 那因为他行事卖回 所以我的应付公司债 面额是一百万 然后到差六年底 差六 差二年底 我还有应付公司债 未贪消晚的折家金额 包括折家金额多少 其实很简单 他已经告诉你 他的账面价值了 一百万跟他账面价值 中间的差就是他的什么 未贪消晚的折家金额 一百万减掉 就是六万 就是四万六千 五百四十 所以他没有贪消晚的折家金额 是五万三千四百六十 未贪消晚的是五万三千四百六十 再來这个公司债 因为他行事 行事卖回之后 赤本公司就会冲掉了 他就没有认股权了 没有转换权了 要一并冲掉 刚开始六万六 对 因为事例二十二的时候 一开始 我们是缺点他的 卖回权 公司债的价值 还有任务权 转换权 所以他见性是转换的 我要一并把它冲掉 好 因为冲掉之后 我们其实应该要先把 这边还是把它分开写了 因为我把它同时写 应该也没关系 因为差二年底 他先是转换了 所以我应该不用等到差三年初 课本上面是把差三年初 再把转换圈冲掉 那其实如果我要做差二年底的转换 转换圈冲掉 其实也可以 那基本上来讲 我应该还可以什么 我的 因为他先是卖回权 所以我本来就一个交易目的的金融负债 卖回权 卖回权 一开始是四万五千 然后我到了差二年底的时候 我的卖回权 剩下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既然他性质卖回权 他的公允价值一并冲掉 所以意思是 我们事实上在卖回权 总约拿在四万五千 调整为四万五千五百 再调整为四万三千 四百三十 其实我们都有做这个调整分路 因为他是一个流动负债 我们做负债 在国际快捷选择之下 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负债 期末都要做平价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交易目的金融负债 也把它冲掉了 好 那我们负的现金是负这么多 那接下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账面金额 因为不会行使 所以他的资本攻击就什么 失效了 也就是说 因为他没有行 他不会行使 所以我把它转为资本攻击 失效的资本攻击 因为他已经行使了 好 所以 因为已经行使卖回权 所以这个转换就不会行使了 所以失效的转换权 所以也是什么 六万六 好 好 那现在可能借贷方向平衡 你这样想称 当我行使卖回的时候 我付的价格 付的价金 跟我行使那时候 这个公司债的账面价值 但是这个例子比较特别一点 是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转换的 不 付输回的流动负债 所以我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呢是四百四三四三零 加上一百万 或者是说应该是这样写 好 因为我们当时的账面价值是 九十四万六千五百四十 六千五百四十 加上我的转换 付卖回 付卖回群的四三四三零 这等于这个债券 在我行使卖回的时候的总价值 帐上的总价值 但是帐上是指公司债本身 我们还有卖回去 是用公运价值 因为它是一个流动负债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 要评价它 那我付了一百一十五万 所以我产生了赎回损失 十六万 零 三十 好 这个愤怒其实跟我们课本里面的四十三页 几乎是一样 只是我把 因为它行使了 迈回 所以呢 它也没有转换了 全力说 所以我一并把它冲掉 好 好 这是第一个呢 如果我们差二年的年底 我呢行使了卖回权的话 那我就整个把它做 把这个整个冲掉 对不起 那应该是第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上面就已经写了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写差二年底 然后债券持有人 卖回所有的公司债 我们就做这个分路 那记得 我们要把这个什么 转换权要把它冲掉 好 因为已经不转换了 那再来 好 再来看一下呢 那个第二个情形 假设差三年处 卖回权借满 然后债券持有人 未行使卖回权 好 我们规定呢 是在这个债券前 好 看一下它的条件 它的卖回呢 是在 卖回权 它有没有指什么时候是钱 合约发行 可以信息转换是欠六个月 好 也就是说差三年一月 所以要这天之前 它可以行使卖回 过了这天 它就不能行使了 好 这是条 合约谈我今天上就已经写了 所以在差三年的一月一号 我就会去做一个分路 把 它既然不能行使 卖回权 所以我就把它什么 卖回权冲掉 好 那 卖回权 因为它没有这个价值 没有行使的权利了 因为超 经过 过了差三年之后 差三年一月一号之后 它就不能行使卖回权 所以我就把什么 原来所承认的交易目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就把它转销掉 因为这个负债就不存在了 它没有行使的权利了 所以就把它冲掉 那我变成是什么 因为这个负债 这个负债的减少 我也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没有 所以它就承认为什么 平价利益 就把它冲回来 因为是一个什么 损益表的收益性 收入 其他收入的性质 想看懂吗 好 因为 你差三年一月一号 之前要行使转换 卖回 如果你没有行使 这卖回权就不存在了 因为卖回权不存在 所以我就要把它冲掉 因为这个负债不存在 可是这个负债减少 我并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所以我就转为什么 收入 好 那就是什么 金融负债 凭价利益 因为价值就变成零 好 然后再来第三种情形 是沿着实力二 差三年呢 当然 那个已经过了 卖回的权利的时间了 然后呢 这个债券持有原占 1月2号 把它全数转换为 苦同苦 好 那一样公私债 我们可 就变成是可转换公私债的 例子了 好 因为差三年1月1号 一样 我们先把 卖回的权利的这个负债 把它充掉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公私债的账面价值还是946540 好 那我们是不是每一千 因为我们现在应付公私债要充掉 跟这个例子有几个数字是一样的 好 公私债 然后因为它虽然是1月2号 但是我们就假设 好 这段时间没有特别需要去再去算它的利息费用 去做这一家贪销 才经过两天而已 好 所以我们的应付公私债则 这一家负债则 为太销的金额 还是53460 好 那它转换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什么 我们给它普通股 我们给它多少股呢 一百 一千 一百万 除以一千 乘以三十 所以我给它的是三万股 三十 三万股 好 股本 就三十万 但是它原来的资本公积 转换全新式了 所以它也把它算成什么 它的转换的成本 那个价值之一 六万六千 所以剩下来就是做什么 我的资本公积 好 所以你把金额 一百万 减而上 六万六千 就跟资本上面的四十三也写的完全一样 这样看懂吗 好 这个愤怒就跟你形式转换的分路是完全一样 最超过的地方就是什么 资本公积普通股一家 资本公积普通股一家 好 这个愤怒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跟什么 前面的可转换公司在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是 那那个卖回权也就像上一体这样处理 哈 那卖回权 怎么样 就像上一体这样处理 对啊 因为它延续第二个情形啊 所以它一样擦散你一月一号也去把卖回权 那你第一个卖回权你还是先做 那你的造型你它就是什么 去卖回 就是让它去赎回本金嘛 对不对 那你可可 那个转换价值一样把它转为 以事项德转换权 好 如果这个可卖回的 负卖回权 可转换公司在 债权其人也没卖回 也没转换 我就是拿着 到期它叫还本金 它就跟前面一样 你没有输回这顺一啦 好 那第二个总比较特别的 你的卖回权在X3年 一月一号已经过期了 所以你也要做这个分路 那再来 一位到了 其实呢你可以在 到期前半年 你看就是什么 没有转换权力了 我就可以把 这个公司在转换的 权力把它转为 公司在以事项的转换权 可以啊 好 要看懂吗 好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数字就是平衡之下 产生的一个数字 好 可本人有写 我就不算了 老师那如果 卖回权公运价值减少的话 是算第一 卖回权的公运价值减少 来 你期末其实都要先调整 其实这个交易 交易目的金融负债 期末 我从原来的四万五千 到差三 差一年底的四万五千五百 其实我的分量要借 金融负债平价损失 但交易目的金融负债 得去卖回权 五百 我从四万五千 调整为四万五千五百 差二年底 他的公运价值是四万三千四百 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所以我要从四万五千五百 剪 你要四万三千四百三十 所以我的分量会借 交易目的金融负债 得去卖回权 二零七零 爱 金融负债平价利益二零七零 也就是说你期末 对于这个流动负债 你要做什么 平价的 负债的公运价值变大了 我就承认损失 负债的公运价值变小了 我就承认评价利益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边只是中间挑了一个 挑了期末要评价这个动作 他上面应该没有写 期末要评价 事实上期末是要评价 他评价就只有一个分路去调整 交易目的金融负债的金额 好 有没有想到其他的 好 没有了吗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时间不算很长 所以我们赶快把负债 稍微先提一下 好 好 好 接下来我要谈股份基础给付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 员工认股权 那是酬劳跟非酬劳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也看一下 股份基础给付也有点像 也就是说 我为了要给员工什么样子的一个 报酬 那我的计算 他的价值 我给他的一个金额决定 跟股份是相处相当的 所以叫做股份基础给付 一样 如果给付的是股票 我们要是承认资本工计 如果你未来给的读学股票是现金 你要承认是负债性质的科目 好 跟前面是相似的 好 请你看一下 44页 他说股份基础几乎是什么 是指企业取得商品或劳务的交易 他的对价是以下列两种方式 其中之一来支付 一个是公司本身的权益 好 就是股票或认股权 这有跟前面我们看到的 给员工认购的这个计划是相似 另外一个是会用现金或其他资产支付 好 你要给现金或其他资产 他就是像是负债性质 老师 我刚刚讲说股份基础几乎是说 他的价值的决定是跟股票的相关 但是我承认的科目是权益性质科目 还是负债性质科目 就看你给的对价是什么 如果你给的是股票 他就是什么 权益性质科目 如果你给的是现金或其他资产 他就是一个负债性质的科目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跳跳跳 我们直接看分的例子好了 好 例子去看一下25 好 48页 10例25 他说差七年初保元公司 通知三十位主要的经理人员 可参与每股认购价格50块的认股计划 那规定要付满三年才取得这个股幣 然后呢 所给予的股认股输则 跟三年服务期间的施展率的成长而定 前面是给它固定的 你只要付满三年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的股数 那现在不是固定的 好 因为呢 我给你多少股数 主要看这三年当中你的表现 好 那看一下 如果你的市占率提高到5% 每一位员工可以有一千股的认股权 那可以领取 没有对价 我就给你 不像前面是认股计划 你要付钱 我现在不是 我就给你这个权利 那这个权利上面呢 有啊 认购价格还加50块 还是有股价 好 那再来 我们超过20% 就可以取两千 超过20% 就可以有三千 好 那现在假设呢 这个选择全定价的供允价值 是18块 那三十位员工三年内呢 会有三位离职 也就是说一开始就估计 有三位离职 那就占了10%嘛 好 然后呢 次占率会介于10到20之间 好 那我们差七年出给的 差八年 修正我整个离职的人数 会有五位 不是三位 是五位 好 然后呢 而且呢 会到差九年底 好 这个市占率实际上 会超过20% 也就是说 差六年 差七年的时候 我开始估计 因为期末我要去承认 我一样是酬劳成本 好 那差六年底的 差七年的时候 差七年出给的嘛 所以差七年出 我要去估计这三年 可能会达到多少的状况 然后我的 因为要付买三年 所以我承认的酬劳 也是分三年来任 所以跟前面的例子 其实非常的像 只是它的交易形态 不太一样 前面是固定的股数 现在没有 好 所以你的估计的项目 不是离职人数而已 还要估计它多少的成长率 所以会给多少的股数 而任股权 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 好 这两个波动 好 差七年看一下 好 跟前面非常像 那我们看一下呢 差六 差八年 差七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 有三位员工会离职 那占有率是十到二十之间 所以我会给的股数是多少 两千股 所以三十个人扣掉三个人 就二十七个人 二十七个人呢 我会给他的股数是两千股 所以我估计呢 我的股数 任股权会给的是五万四千 好 那他的价值是多少 因为他的公允价值 选择权的公允价十八块 所以我算出来 是九十七万两千 差七年度的时候 我估计 会三个人离职 那我三年来下来 我的平均成长率 大概是十到二十之间 所以每个人会拿到 两千的权利 就算出来 差七年度 我的估计的酬劳总成本是七十九万三千 除散 因为分散 连分坛 好 跟前面一样 所以这课本上面 十十八月写的 跟我们之前黑板上写的 完全一样 我就不写了 所以除散呢 我每一年承认的是 三十二万四千 好 差七年底的时候 那差八年的时候 我估计 整个三年下来 会有五个人离职 好 所以差八年呢 我的估计是 二十五个人 会记得期间期满还在 然后呢 我的成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以会有多少 会有三千股 好 所以七十五块 七十万五千股 然后每股是 那个选择权是十八块 所以我全部有 那个 来看一下 他说 对不起 差八年的时候 他是估计 五个人离职而已 他并没有去估计 他的成长率会不一样 能看懂吗 好 所以我刚刚看到差九年了 所以他没有 差八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是 我会有二十五个人 会在期的期间 取得这个认股权 但是我维持 我的成长率是 市占率是在百分之二十之间 所以还是一样什么 两千 那成长十八块 所以我的 任股权 这个我承认的总酬劳成本 是九十万 那应该经过了两年了 所以要承认六十万 扣掉三个 三月年度的三十二万四千 我就要承认的酬劳成本 是二十七万六千 好跟课本上写的一样 当年度你要借 因为你到时候会是 你还要是股票喔 所以你是带资本攻击 好 看到了吗 因为你到时候给付的时候是 行事的时候是股票 所以我就是资本攻击 好 那跟前面完全一样 只是它不同的是 它的波动不是离子人数而已 还包括了它的 绩效表现 那绩效表现用的是什么 市占率 那X9年底的时候呢 它的市占率实际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好 然后呢 有二十四位员工 有这个任务的基权利 所以二十四乘三千乘十八块 所以整个三年下来 我的酬劳成本是一百二十九万六千 扣掉前两年已经承认的六十万 所以X9年我要承认的是六十九万六千的酬劳成本 那因为它可以认购的是股票 所以我要是资本攻击 好 这样看懂了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其实跟前面没有很大的差异性 只多了一个 你要给多少的股数其实还是有变动 那一样 我现在这个都是估计变动 所以都不说既往 好 然后再看一下呢二十六 好 好 这个例子呢 比较有趣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 X10年初台东公司跟三四位经理人也签订了 各给一百股的股票的协议 那条件是经理人不得在既得期间内离职 那如果X4年的获利超过百分之二十 然后股票可以X4年底即得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滚动式的 你X4年的条件是 你迹象要超过就是成长吧 也就是说你的获利如果增加百分之二十 股票就即得了 不用等到几年 我X4年初给你 X4年就满足这个条件 你就可以取得 那如果X4年没有 好 我给你多长的时间呢 你可以在X5年 X4跟X5年 如果平均它的获利成长超过百分之十五 那X5年底就记得 也就是说 X10年如果没有成长到百分之二十 我成长到百分之十八 没有记得 但是如果X5年 你两年平均有获利超过百分之十五 所以你X5你就记得 所以它什么时候记得 没有规定你 但是它一定有观察期 也就是说我给你的期限是多长 然后呢 再来是 好 那个X4到X6 假设这三年 X4你也没有成长百分之二十 X4加X5 两个平均也没有到百分之十五 那但是如果到X6年 这三年你平均有成长百分之十二 那你也记得 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二 就没有 那最多叫做什么 X6年的观察期就结束了 好 你说你X7年再成长百分之二十 对不起 你的努力已经什么 我失去失效了 好 它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一样是给它的什么 给它一百块的股票 好 然后呢 它也是给它的 就是它给的是股票的认股权 所以一样是用资本攻击 那只差在不同的地方是 好 X4年我没有得 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估计 差五年可以 所以我就要去估计 X4年要承认的酬保 跟X5年的酬劳成本 这样听懂吗 所以它是什么 滚动式的而已 好 所以它给我们这个条件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的状况 X4年呢 它有两个人离职 估计两个人离职 好 然后呢 有获利成长百分之十七 好 估计是百分之十七 然后实际获利是百分之十六 那X5年呢 我实际上的获利 好 是百分之十二 估计的是百分之十五 也就是说 X4年它 年底的时候 它没有成长到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估计 它X5年 可以有成长百分之十五 所以两年平均就百分之十五了嘛 好 这样看懂吗 X4年的时候 有成长 实际成长百分之十六 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 X7 X5年的时候呢 我实际成长 X5年 X4年底 我估计X5年可以有成长百分之十五 所以两年平均有超过十五了嘛 所以 一个十六 一个十五 所以两年平均已经有超过十五了 所以 它估计 在X4年底的时候 它没有记得 因为没有完成百分之二十的成长 但是要估计到X5年底 它应该可以 因为你要去抓它的预期的成长率 所以X4年 它就要做什么 做 它的 X5年 X5年如果记得的话 X4年就应该有个贪销的酬劳成本 好 看懂吗 它的意思 有没有看懂它的意思 有没有看懂它的意思 好 那个 易经你帮我重述一次 刚刚讲的东西 老师 所以为什么 就是X5年要用预期或预期 或者用实际 我现在做X4年的 我现在没领要做嘛 好 所以X4年我不知道是X5年 因为实际发生出还没发生 我只估计 所以 我说 它的质料给我的时候 我是估计X4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X5年我会记得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有没有搞清楚了 因为X4年 它没有达到20% 所以X4年 它没有记得 那X5年会不会记得 它当然从X4年去观察X5年去做预测 预期 那X5年预期它有15% 预期有15% 加上X4年底 它已经有16% 所以两个平均有没有超过15% 有啊 所以X4年底的时候 它估计X5年它会记得 既然是这样 它就要去估X4年应该要分摊的酬劳成本 你不能说等到X5年才一次承认啊 好 因为它的努力是两个年度相关的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是它的分路都很简单 因为既然是酬劳 但借薪资费用 但代方是因为它给的是股票 所以都是什么 资本公寄 好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 我在X4年底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记得 因为它没有记得 我就是什么 我就不能直接给股票了 所以我直接认立为资本公寄 那X4年的时候 我估计X5年会实现 好 X4年底 我估计X5年会实现 那你再看一下 X4年的时候 我估计到X5年 离职只有两个人 你看的时候看清楚 X4年的时候 我实际当地都离职一个人 但是我现在说X4年的记录 我估计X5年会实现了 那到时候X5年还几个人在呢 我估计X4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有两个人会离职 所以X4个人里面 有28个人会记得 然后呢 因为超过百分 两年平均15% 所以15%的话 它给的是 它就会给100股嘛 好 100股 好 那价值呢 价值是 好 它的年初给与日相同 好 就是 它的股价是40块 好 所以我用40 因为它到时候是给100股的股票 好 所以它是 当时的市价是40块 所以我直接乘上40 看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条件的供运价值 好 它没有 好 48页的 势力26 好 它并没有 好 所以我们就根据什么 好 它这个40块的价值去算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好 这边呢 看一下 好 不是28个人的原因是 X4年的时候 我已经有离职一个人了 那我估计X5年 还会有两个人离职 这样看懂吗 好 X4已经有个人实际离职了 我X4年的估计呢 X5年还会有两个人离职 所以全部记得的人数是27个人 好 那每 因为满足15%的平均成长 所以每个人可以拿到100股 然后每股的实价在给予 你那边决定出来 40块 所以是27乘100乘40 所以是408千 好 但是 这是我估计的 估计的酬劳 好 总酬劳 然后我当年度要提列的 还有累计的 好 当年度我除以2 因为我估计 差5年就会实现了嘛 所以我除以2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说 戒性质费用 待资本公积 股份基础给付 好 5万4 好 这是我X5年的时候 X4年的时候 估计 在X5年我会实现 2年 2年平均 2年平均成长率15%的预期 然后在X5年底 然后在X5年底 还存在的30位 当受给予的存在30个员工 还会增加27个员工 好 所以我这样算出来 那因为这是2年会实现的 所以分2年来做贪销 所以除以2 好 这个我的基数是这样子 那X5年的时候 好 实际的状况 好 X5年呢 实际的成长率就12% 看到吗 X4年实际成长率是16% X5年实际成长率只有12% 2个相价除2 只有多少 14% 有没有达到平均15% 没有 所以X5年 如果我预期未来也不会有了 那我就把原来的酬劳成本 跟那个充掉就好了 假设我预期 恐怕没有办法达到 那我就充掉 可是没有 他又估计 X5年的时候估计 到我X6年的时候 我的成长率预期会有12% 他是不是讲 从X4到X6 如果平均有成长12% 你也记得 就X6年你也记得 所以X5年的时候我估计 X5年我没有办法记得 X4年本来我认为X5年可以记得 就X5年到了 没有办法记得 可是我估计 X5年我可以记得 所以我们X5年的时候就要去算 好 一样是100股 一样是40块 但是 我想 接下来想说 那我还有多少人会在 好 我X4年实际上离职1个人 减1 然后X5年实际上离职3个人 20 剩下26个人 可是X5年我估计 X6年还会有个人离职 X6年还会有个人离职 所以呢 我全部 会用到就25个人 对吧 好 所以算出来 25 乘上100 乘40 所以是10万 好 我的总 酬劳成本是10万 好 那我现在还有什么 还有 那个 X5年跟X6年 因为等于说 全部10万块 在10万块里面呢 我是分三年了 因为什么 从X4、X5到X6 因为X6年才实现 所以乘上三分之二 好 因为我一样 已经有两年了 所以呢 10万除3乘2 所以我要承认的是 累计要66,667 那我扣掉 三个年度承认的54,000 所以我要承认的 当年度的酬劳成本是16,667 要看懂吗 好 那最后年度 实际上 你要看一下实际上 有没有达到平均12 好 实际上有14% 所以已经有达到 三年平均12%的目标 所以X6年他记得 那记得的话 我们就要算实际的 记得的金额有多少 那影响的是什么 一样是100股 一样在给予日的股价 现在要看他的在职人数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你要把30个人 直接去减掉到X 实际离职人数 所以-1-3-2 所以到X6年底实际 在职就24个人 好 那24个人乘上100 乘40 所以是9万6 总酬劳9万6 我累积要9万6 所以当年度 9万6去减掉66,667 所以我承认的酬劳成本是29,333 这样看懂吗 所以完全是看到给你的条件来决定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个只是不同的情况 但是你要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要看懂 好 因为事实上 一开始我第一次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看了很久 好 你要想一个时间的顺序 X4年底实际上离职一个人了 那我估计 因为我估计X4年 估计X5年会记得 所以到X5年还会几个人离职? 两个人 所以我估计如果X5年度 我已经记得的话 我只有在场 在场的只有27个人 27个人 好 所以其实这个题目里头 重点就是你要看懂它写的意思 好 你说什么 27个人 27个人 我说 第一个他估计是X4年底的时候 估计 我要X5年才会记得 这样听懂吗? 好 我估计我X4年底的时候 没有达到20%的获利的成长 所以我当年度没有 可是我估计X5年我会满足15% 所以我就估计到X5年底为止 我会有多少人还在职? 好 所以到X5年我估计还有27个人在职 X4年实际离职一个 X4年我估计还会有两个离职 所以X4年的估计是估计X5年还会两个离职 X5年底估计了 因为X5年 事实上他的平均成长 佛利没有达到15% 但是他估计X6年 三年平均可以达到12% 所以就满足这个公司一开始定的条件 所以他估计X6年才会记得 那X6年才会记得 那X6年还有多少人在场呢?在职呢? 好 所以30个人减掉X4年实际离职 减掉X5年实际离职 这减掉X5年估计会离职的人数 好 所以X5年估计是X6年会离职的人数 好 所以他的估计是指这样的意思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你要看懂给你的文字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你要看懂这个题目给你的文字的意思 那完全不困难 你只要搞懂 只要看得懂他在写的意思 我相信一定会做 前面后面都完全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地方就好了 好 如果我们未来给的是什么? 现金 好 所以跳过来 51页 我们要看一下现金交课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 不用很急 好 那个我们待会就再过三个小时就下课了 所以不用急的告诉用手机告诉同学 你几点要下课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用现金交割的 股份基础金 这个题目我讲得很迈你 我今天生意这样子 我都还想说我一定要跟你们上课 其实平常我以前就想说 生理怎么那么好啊 满得起的假都没有理由 真的我都觉得我怎么生理那么好都不会生病 结果我真的好不容易生病了 我还是不得不上课 因为想到这么多没有讲 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会觉得对大家很不过意不去 所以我 这样我还是要上课 可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很介意 很在意说我们要很认真去听 那我也许我自己想太多 我这样做也希望大家能够相对应好 也许我想太多 可是我总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义务 要尽 我的责任 我的义务 就是把我认为 在现金的交易环境里头 很常会发生的 而且是很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算蛮新的 我觉得有义务要让你们知道 那种交易的方式 也许对你们来讲离得太远了 可是你总是要有点想像 不能什么东西都是你经过以后 你才知道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你要有一些想像 好 所以我尽可能去讲 那样的一个场景 让大家能够进入这个自己里面 但是大家听起来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 我讲得太久了 让大家听起来有点神有趣了 那可是我觉得 我又不能不讲 因为不讲到 我们下课以后 就不知道几点 就很多东西没有讲到 好 所以我请大家还是专心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就这个地方 讲了我们就下课 今天就结束了 好 我们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情侶一直在讲 如果你的交割是股票 那我们就用资本攻击 如果你交割是现金或其他资产 我要承认的是负债的科目 为什么要讲 是因为他入章的科目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10.27 他说 查五年初给二十元工每年 一千个单位的现金股票增值权 好 那你就看一看到 我们现在前面有讲过 一个股票增值权负债 也是什么 他兑现的 就叫交割的是现金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头 那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要讲的是负债的性质科目 他规定从查五年初要赴满三年 才能行驶 然后可以行驶 两年之内不行驶就失效 那查五年呢 有一位员工离职 那估计查六到查七 一共呢 会有两个员工离职 好 所以查五年的时候 估计只有二十 就有十七个人 二十人减到三个 一个实际离职 然后查六查七 还会有两个人离职 所以全部就有十七个 好 所以我在做查五年的时候 我用十七个人去算的 好 然后再看一下 那查六年的时候实际上有两个员工离职 那查六年的时候估计还会有两个员工在查七年离职 好 但实际上呢 查七年就一个员工离职 好 所以意思是说 我查五年底的时候估计有十七个人 会记得 到了查六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估计是什么 二十个人见 查五年是一个 就是我会什么 十五个人离职 因为查六年的时候 实际上查五年一个人离职 查六年两个人离职 那我估计查七年还会有一个 两个人离职 所以我查六年估计有十五个人 会在记得期间里头满足 好 服务的条件 然后呢 但是查七年实际上就一个了 所以全部 有十六个人是可以 有拥有这个股票增值权计划的 好 好 然后呢 每一年年底都估计股票增值权的供应 供应价值 好 然后呢 所有的员工在查七年底 持有的股票增值权都记得了 好 就是查五查六查七 然后呢 他的供应价值 从查八年到查九年内的行 内涵价值 好 跟他的人数 刑事的人数看一下 查五年的时候 供应价十块 然后查六年十二 查七年十四 查八年十六 好 接下来 他的内涵价值 就是选择权的 好 内涵价值有十四到 十四块跟十六块 那刑事的权利 从查八年有七个 查九年有九个 好 去刑事 那一样 我们在做的时候 好 他有三年 但是呢 跟我们前面讲 是不是他一样有 跟行事的时间有关系 一样去调整 他的酬劳成本 薪资费用 好 所以看一下 每个 一开始十块钱 然后有一千个单位 然后一共有多少人 查五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有十 十七个人 刚刚已经讲过了 查五年 实际利子一个 那估计查六 查七 一共两个 所以我一共有十七个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十七个人乘上 那这个价值 那个选择权的价值 块钱一千股 所以十七万 除以三分之一 好 因为一共三年嘛 跟前面写法完全一样 只是你的估计的酬劳成本 的计算方式 比较不一样 好 那查六年底的时候呢 我的供应价十二块 一样用十二块去算 那我当时候估计就几个人 会几个人在 十五个人在 好 十五个人乘一千 所以我整个酬劳成本 有十八万 乘上三分之二 好 因为剩下三年 两年 所以两年下来 我全部要扣掉 要承认的酬劳成本 有十二万 那我三个年度 已经承认了什么 五万六千六百六十七 好 所以呢 我要承认的是 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好 然后最后一年 他的供应价值有十四块 好 然后呢 一样乘上 当时候我 差六年 差七年的收集 全部记得了 全部有十六个人 我刚算过 他乘上一千 所以呢 是二十二万四千 好 扣掉前两年 已经承认的 十二万 所以当年度 我要承认的酬劳成本 是十万四千 但是因为他在 差四年 差七年底 记得之后 他在差八 差九 才陆续去执行 好 那我看一下 差八年的时候呢 他的执行价格 他 这边有 差八年你可以看到 他有两个价值 一个是 公允价值 一个是内行价值 那因为他执行的人数 七个人 是根据什么 根据他的公允价值去执行的 所以你可以看七个人 去乘上一千 乘上十六 所以呢 他是十一万两千 好 十一万两千的执行 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去增加他的 因为我们原来是十六 原来是四块嘛 对不对 原来是四块 在差七年底是四块 但是在差八年底 他执行的时候 他的公允价十六块 所以每一个人 又多两块钱 那两块钱 每个人是 一共 两块钱乘一千 乘几个人去执行七个人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行事人数 好 看一下 两个人乘一千 乘七个人 我算出来是一万四 好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到时候是给的是现金 所以先确认一下 你的待放科目是股票政治权负债 所以还是一个负债性质的科目 跟前面讲过的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的执行的时候 好 他执行的时候呢 是有七个人去执行 他执行的时候是 依他的什么 公允价值 看一下 看一下他执行的时候是 好 对不起 他执行的时候是根据他的内涵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年底的时候的 这样看懂吗 好 也就是说 他原来呢 有七个人执行的时候 他的内涵价格是十四块 所以跟差期年底 估计的 所承认的金额完全一样 所以他就没有增加他的酬劳成本 所以十四块乘两千乘七个人 所以有十九万六千去执行了 七乘两千乘十四块 看一下 差八年底的时候 他有去执行 所以我是借股票政治权负债带现金 那我看一下我们的公运价值是 我们的内涵价格是十四块嘛 好 那十四块的话去乘上七个人 好 那每一个人是一千股 好 所以是九万八 好 刚刚七块怎么算得不对啊 可能我刚算成是两千啊 对不起 因为刚刚才算成一个人是有两千块 两千个单位 其实有一千个单位 好 所以这样就没错了 因为我怎么算怎么都是十九万六千 因为我是用两千个单位去算 结果是我记错了 他是一个人可以执行的话 是一千个单位 所以七个人执行 内涵价格是十四块 就是执行的价格 就是内涵 他依内涵价格去执行的 所以乘上一千 所以他是九万八千 然后呢 差八年底的时候 他的公允价值是十六块 所以他没有去执行的人 他的酬劳 薪资费要多两千 两块钱出来 所以两块钱称一千称 我还有九个人没有执行 所以我借薪资费用带 股票增值全 负债一万八 这样看懂吗 好 最后 在X9年的时候 这剩下的九个人 全部执行了 他的内涵价格是十五块 就像刚刚同学讲的 他执行的时候 比原来金额还低怎么办 我就是减少 就你不用付那么多的现金 那就把 但是你负债金不存在了 所以你冲掉的是薪资费用 好 因为你异动的 直接调整当年度的薪资费用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执行的时候是十五块 而我在X8年底的时候 估计他的价值有十六块 所以每一个单位就少一千 少一块 所以少了 每一个人就少了一千块 九个人就少了九千块 好 所以借股票增值全负债 贷债薪资费用 最后因为他执行 就是直接把刑定贷掉了 这样看得懂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跟今天很像 好 你在推辞 描出什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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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只要寫到X 他是到什麼 X6、X7、X8 X5、X6、X7 你那個表格只要寫到X7年底 就不用再寫了 因為他就沒有分攤的問題了 對不對 他當年度的價值是多少 他直接就是要調整了 跟上個年度所承認的金額要去做調整了 所以你其實不用寫這個 不用去寫這個彈小表的 不用去寫這個表格的 所以我說有時候不希望 你完全是看著課本是 因為你的思緒可能跟他的 不是同步的想法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好 像我來講 我X7年底 我承認的到那時候的總酬勞成本是 二十二萬四千 那為了他執行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鎖定的是每一個價格是十四塊 所以他執行也是十四塊 所以X8年他執行的時候 因為他的內含價格是四塊 所以我沒有去調整他的薪資費用 看懂嗎 X8年 其實他的分路寫法其實應該有點小小的問題 因為他執行的時候通常會在年度當中 所以他應該借股票增值權負債貸貸現金 要寫在前面 然後年底再根據他的那個增值權的價值 公允價值去做調整 是年底做的事情 我現在在講的是 他52頁的最後面這個分路 應該先把他行使 股票增值權所負債的現金寫在前面 年底才去做公允價值變動的調整 這樣看懂嗎 我說分路沒有錯 我只寫說 我只講他寫的順序 因為他去行使的時候 已經是X8年度當中的某一天 好 可能X8年初他就去行使了 因為他的內涵價格跟X7年底的價格是一樣的 所以理論上你一定先什麼 去行使這個權利 好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 你不用去管那個表格X9年的時候 為什麼他是寫付9千 我說你基本上不用去寫那個表格 其實我只要寫到貪銷這一年就好了 因為未來我實際上的金額都跟這個累計數去做比較的 未來價格如果比這個高 我就要再增加酬勞成本的承認 薪資費用的承認 如果比較低 那我就什麼 減少我的薪資費用 好 所以我說你不用去受制於他寫的這個表格的內容的影響 這樣聽懂嗎 好 因為有時候這樣反而會讓你覺得看不懂 他在講什麼 好 所以講這麼多 其實就一兩 我要傳達的兩個概念 一個他的 他的估計的金額怎麼來的 這個酬勞成本怎麼來的 完全看他的條件給你什麼 去決定出來 你會到時候給多少的酬勞成本 那再來 因為你在估計 所以變動是完全不受 溯及既往的問題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我要傳達是 你到時候給的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到時候給的是股票 好 我就承認資本公計 你到時候是要付現金的 我就要承認負債 就這兩個概念而已 其他的完全就是看他給你的什麼樣的條件 你做什麼樣的計算而已 分路上面的寫法 其實很固定 好 這個酬勞 我說酬勞成本幾個名詞 我們其實會計科目用的就是薪資費用 那你待房 不在位子給的是股票 就是資本公計 如果你到時候給信金的 你就承認負債信職的科目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第13章就講到這裡